主席 我们近年如果跟政府说一些关于法例上的修订要求改善政策 政府通常就会跟我们说 现在很难的排一个立法会 要被立法会过是要搞很久的 既然这个选举法例习汉修订的条例草案 能够排到上来立法会 我们期望是可以真的改善 或者是改大幅去检讨这个法例 既然那么难才能做到 那你做到一次 是不是应该要多些修订 真的完善整个法例呢 但今次这个修订 大家看到其实只是改了一些功能界别选民名单的一些技术修订 又做了一些更正 例如情交提名表格方式 投记信件的厚度和尺寸 甚至就是调高在各个选举中可以修正的 轻微误差的数额 就由100去到500这些 老老实实 这些东西 我们操作开选举的同事 就会觉得知道是什么 但你说给市民听是什么 很多人都不知道 就是连尺寸多了cm 少了cm 我们明白 这些游记单章 要标准化所有尺寸厚度 目的就是要令到这个选举能够公平公正的举行 不会一个候选人他计份大一点厚一点 另外一个候选人计份小一点薄一点 希望有一个公平公正的机会 但是我们看回整个法例的修订 除了这件事之外 究竟又做到什么 是确保到我们这个选举能够公平公正的进行 只是做一些小小的修订 其实每一次选举完之后 选举事务处、选举委员会出份报告 接着就说有什么要检讨、有什么改善 但是你会发现呢 他们的改善呢 就只是通常在那些程序上 是会越来越烦 越来越多的陷阱 是让市民、候选人或者他的团队踩下去的 因为那些法例的修订了之后 好像今次这个法例 我说回这个法例 他们的修订呢 其实很容易令到不清晰 令到这些参选人呢 很容易就会堕入这个法网 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 这些法例的修订呢 是不能够确保到我们一个很明确的 一个公平公正的选举 为什么我们希望整个目标 都是希望有一个公平公正的选举 但是你看到最近 这次立法会选 区议会选举 刚刚过去的区议会选举 之后就有很多人告诉你 很多不满意的地方 究竟政府有没有听过 这些不满意的地方 觉得这个选举不公平的地方 而去做这些条例的修订呢 之前讲了很多次的 我举个例子 我们其中一个选区 在2016年一个选区的票站 整本选民登记册 投完票之后不见了 还不见了几年 然后才查出来 然后才公布出来 这个是大大打击了市民的信心 投票的信心 我投完票之后 我的东西被人不见了 但是我又看不到 在法例上 有没有一些修订 就是说一个票站 在选举完之后 如何妥善处理 相关的选票 那个投票策 那个名策 选民的名策 如何去做这些措施 如果你们搞了这些 好像今次这个条例草案里面 那样 将个单张 加1cm 少1cm 这些东西都做到 那就麻烦你 做一下 在票站上 如何去处理 那些选完之后 那本选民名策 这个已经有一个例子 在这里 那为什么你们不做这些修订 经常政府说很难才有个修订 可以排到上立法会 给立法会有个机会给你过 那你就做大事 你做一些这样的事 像鸡碎这样 差1cm 少1cm 有用吗 你可以学补到 我们的选举公平公正 那个选举事务处做什么 整个选民丁计刹 上次其实不止 上次区议会选举的 上次在特首选举又不见东西 整天都不见东西 选举事务处 那在这个条例里面 有没有确保 那个选举事务处 或者有关的票站的人 不会不见东西 很喜欢不见东西 整天都不见东西 有些人上次不见了电脑 接着这次不见了一个选民登记冊 整天都不见东西 这些选举资料的黑洞 这个选举事务处 根本就是 那你为什么不去 在这个条例修订的时候 处理这个黑洞呢 如果你说不是 上次不见了选民登记冊 那个就是之后的 这个条例之后的 但是不见了电脑 就是之前的 为什么你们不去处理 大的事你们不去做 差个1cm 你们去做 那些技术修订 你就做 正经事不做 那些选举事务处 还有个选举 整天都说了 这次我们收到很多的选民都表示 拿个身份证去 你知道我们这些选举事务 是一些石器时代的技术 来的嘛 处理那些手法 拿一本一张纸来揭 拿你的身份证来对 街坊说 我明不明白我的身份证是D字头 为什么他硬是要在E字头那本上揭呢 他骗着那个人 就告诉他 他差点想删下去 删下去 就是说你拿了票 那个选民自己说 喂喂喂喂 我是D的 不是E的 那那个人说 对啊 那就再揭回第二本 喂 这些人为错误 条例是否应该要检视一下 怎么可以确保在整个选举的过程 不会出这些人为错误 所以对于主席 我对于这个条例的修订 我当然是支持 但是我是不满意 这个修订 只是小眉小眼 做一些加1cm 少1cm 多几百元 少几百元 那些东西 如果我们能够做 是透过一个检讨 如果数据事务处 真的要令到 我们的选举能够公平公正地进行 就不能够 像这个条例的修订里面 将这些邮记的单张 那个格式去改 不是只是靠改那个格式 就可以确保到 选举的公平公正 而是整个选举的方法 在过程里面 选举事务处的人 要做些什么 票站职员要做些什么 这个是要做的 这个其实需要写在法例里面 特别是票站职员的公正性 我们今次很多人表达就是 票站什么职员 这头数完票 一看到结果之后 就向某候选人 就是当选那个 就给他一个like 这些事无忌惮 这个票站发生的事 甚至是什么 甚至是知道那个 那个当选人 某一个当选人获胜之后 鼓掌欢呼 一切 票站职员 为什么这些这样的条例 当你检视条例的时候 不将这些票站职员的行为 标准 写下去的条例里面 确保票站 我们选举能够公平公正 就算现在你告诉人 不是的 票站的职员是很公正的 不会做一些出股滑的事 看着你这样欢呼 陪那个候选人 你猜他信不信你真是公正的了 看着你给like 那个当选的候选人 你猜他信不信你是公平公正的了 所以这些条例里面 是不是应该要写明 票站职员的行为守质 你只是改那个 邮记单张的格式 就可以确保到公平选举了吗 选举事务处究竟做什么 你知不知发生了这些问题 你们有没有下去看过 虽然你说票站那些 很多都是不是全职的 他们都是兼职的公务员 到时来帮忙在票阵里做 那你选举事务处 有没有发现这些问题 对呀 只是票站主任看到 哎呀不要吵了不要吵了 看到他拍手上去 哎呀不要吵了不要吵了 那就算了 没有后港没有去确保 没有去 有没有写个报告给你 我都想问了 局长 那些票站主任 有没有告诉你 发现原来票站职员 数完票之后 就和别人欢呼的 有没有给like别人的 有没有发现这些东西 有没有说过报告给你 那你们怎么可以确保 选举公平 只是改邮记单张的格式 就可以变成公平了吗 只是将那个什么 免的申报的金额 由100变到500 就可以变成公平了吗 我们现在是要一个公平公正的选举 这些东西你们有没有做 为什么不在这个条例里做完呢 还有呢就是 我们的选举里面 投票的人 很多老人家 坐着轮椅 我们香港 我现在 和你的不是说什么 是说人道啊 你可不可以意思 要那个老人家 坐着轮椅 烈日当空 一个钟头三个字去排队啊 我们说 喂 其实我们都有些 每个票站都有 伤残人士通道 方便一些 轮椅人士 不是的 我们推他过去 那些子女说不行了 我妈不可以进去 也不可以这样排队 她说要去排队啊 这个是不是人道的做法啊 那在票站里面的 对于伤残人士 或者有需要人士的安排 这些就应该在法例里检讨了 你不检讨了 它就不用在修订 修订 只是整个 那个游记单张的格式 究竟你们有没有想 正式真正为我们的 选民去鼓励整个选举条例 一方面是要鼓励到市民 选民 去踊跃去投票 另一方面 就要确保这个选举的公平 但是在票站的安排上面 完全不能帮那些有需要的人士 那你又不可以鼓励到市民去投票 然后在那个选举里面 票站之后的行为手术 你们又不写下去 那你又不可以确保公平 再跟着就是 选举资料整天不见 你们又不写下去 在这个条例做修订检讨的时候 又不写下去 那你更加不可以 给到市民有个信心 那么多事情都做不到 你就是这个条例草案 主席 我一定会支持这个条例草案 因为没得不支持 但是 因为这是技术的修订 但是当一个选举周期完了之后 你们检视完整个法例 检视完整个选举有什么不公平 或者有什么需要纠正的时候 你只是做这些技术修订去修订的条例 你叫我们怎么可以接受呢 然后政府好像这样 我经常叫政府去检讨一些法例 例如放制人条例 永远都跟我们说 不行的 现在摆东西上立法会很难过 过不了的 这么难过的东西 现在你有一个条例草案在 为什么不会一次过做细整个条例的检讨呢 走去修订 尺寸 尺寸要 我刚才也说了 因为想有一个公平 不想一个候选人的一份厚一点 一个候选人的一份薄一点 不想一个大一点 一个小一点 想我们全部东西都要公平 那你就在其他方面都应该要确保 在每一个选举的环节你都要检视 你都要确保公平 不是就这样改了那个游记单张 那个尺寸就叫做公平 还有那些奇怪的东西 选举事务署在区选前几天 我也不知道是选举事务署做 还是选管会 还是你们的局做 总之是有个人做 在区选前几天 一个星期都没有应该 弄了个Facebook 弄了个面书 澄清一些谣言 几快回应 真的很迅速回应 当那些谣言已经传了九年 在街上的时候 他们在选举前几天 才弄了个Facebook 弄了个Facebook 来去澄清这些谣言 我们的政府就是做得这么慢 回应这些不实的谣传 就是做得这么慢 怎会令到别人对你们有信心 连个区选做了这么多年 已经 都不会是正式去想一下 如何去处理好 都还可以出这么多问题 今次的区选 出现了那个选举的过程 出现了很多问题 由我刚才说的 由那个选民进去票站的安排 排了长龙 然后你发现 有人是重复排队 甚至 他们明知他都不是选民 还没九十八岁的 都在排队 令到那个排队的时间延长 然后令到那些 本来有新排队的人就说 等这么久我不行 我要赶上班 我不投了 很多这些人 然后还要有个票站 主任说不行 你坐轮椅 你都要照排 排一个小时 三个字在那里晒一下 这些安排 你们之前有没有想到的 选举之前 政府又说到自己 为这个选举做了多少充分的准备 那我看不到 起码票站排长龙的时候 你有没有人出来 可以维持的秩序 有没有人去看看 真的原来有个人 他排了三次队 我真的看到很多人 排了三次队 他不是为了投票 排三次队 不是为了投票 他为了排队 他为何排队的目的 我不猜猜了 大家去想 总之他的排队 令到那条龙 唱得很紧 然后要投票的人 是因为等了太久 而不去投票 减少了市民投票的意欲 是你们说的 当时 在你们的Facebook说的 又说 如果阻人投票 那是犯法的 那有没有人去执法 排队 排队那样 排几次那些 算不算阻人投票 有没有人去执法 你们说到你们这么好准备 有没有这样的人手去执法 这些东西是否应该在法律上写 这次做这个条例草案修订的时候 是否应该全部 把这些不公平的情况都要纠正 小姐 我明白了 这次已经过了庙了 过了海神仙 大家不是要追究 你做错了什么 而是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 我是希望如果下一个机会 正会要再就选举之后做检讨 然后提出一些条例上的修订的时候 麻烦你们切切实实做一些实在一点的东西 不要再每一次的修订都是 改一些CM加你100元变200元 不要搞那些东西 是正经的去做一些实事 要确保那个选举是能够公平公正的进行 小姐不仁忍此臣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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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